除了正规的日语教课以外 有一句俗话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多出外走走增广见闻 可以成长知识 遇到更多的好机会 台湾人很哈日 加上交通的便利 很多人都选择到日本游学 留学度假打工 目前台湾有很多学校跟留学代办中心 辅导年轻的一代前往日本 最近日本东京的一家外语学院 就跟人才派遣公司合作 安排台湾留学生到日本念书 以一年为目标 取得日语合格的鉴定 然后就可以很顺利 在日本取得就业资格 享受年薪日币300万以上的高薪待遇 Biola Japan 经由的申请 台湾的学生 最近日本发生许多东南亚学生 尤其是越南的民众合法入境非法打工的事件 目前日本政府反而非常欢迎台湾人到日本游学 念书或者是工作 虽然学生一个礼拜只能打工28个小时 也就是说一个月有100多小时的打工时数 不管在餐厅便利商店或者是一般公司工作 一个月都有四五万台币以上的收入 很多人就是利用这样的办公半读的方式 在日本学习一技之长 增加就业的优势 其实除了上课念书 跟校外打工之外 东京早稻田外语学院 也会安排很多课外活动 跟校外观摩 提供舒适评价的宿舍 让大家在一起交流 快乐地学习成长跟充分就业 未来不管留在日本 或者是回到台湾来发展 都能够有更多的职场经验 也留下一段人生最珍贵 最美好的回忆 记者陈文旭 萧又金台中报导